印尼的大馬路上 站了幾位全身裹白布的人 看起來怪可怕的 原來是印尼警方把臉塗白 眼睛周圍塗黑半鬼 目的是要民眾儘快去打疫苗 印尼確診數從7月初的2萬多例 一路暴增 7月14號單日多出5萬4千多例 死亡數逼近1千 7月15號5萬6千757例確診 982死 印尼政府已下令 疫情嚴峻的地方要限制公共活動 限制措施包括所有非必要行業員工 居家辦公 所有教學活動往上進行 關閉購物中心和商場 不允許餐館提供堂食服務 印尼現在成為亞洲疫情熱區 醫療體系崩潰 病房人滿為患 一氣嗶嗶叫 藏影社人員在墓園忙進忙出的 場景完全複製印度4月的慘況 且印尼疫苗完全接種率僅5.5% 澳洲流行病學教授布迪曼大膽預測 下一波高峰可能會落在7月下旬或8月初 屆時單日確診可能會達到20萬 如果限制措施無效那可能會升至40萬 擺脫亞洲最慘的印度 近期天氣天氣炎熱 許多民眾跑到北部的山區避暑 但仔細看這些人幾乎都沒有戴口罩 而且北方邦政府甚至還批准了一個離譜的活動 12號印度北方邦政府還批准了一年一度的印度教朝聖活動 預計届時將有數以百萬計的參與者長途跋涉前往恒河取水 很可能導致印度疫情再次爆發 印度14號單日確診三萬八千七百九十二例 15號上升至四萬一千八百零六例 雖然比高峰時期的四十萬少了一位數 但不代表民眾就有放鬆的本錢 因為印度疫苗完全接種率也只有百分之五點四 印度總理莫迪之前說要免費幫所有 沒有成人打疫苗 但現在劑量短缺 想打卻沒得打的民眾只能摸摸鼻子等下批 鏡頭轉到南美洲阿根廷 警察重機開到歡迎拿下美洲杯冠軍的足球天王梅西跟隊友 載獄歸國 球迷揮舞國旗加到歡迎 但阿根廷國內染疫死亡累積數 卻在贏得冠軍杯後突破十萬人 墓園一個又一個挖好的坑 等待遺體下葬 所有人都感染了 我父母 媽媽 姐姐 姐姐 不過阿根廷的確診數則是因為過去幾個禮拜 施打疫苗的進度加快 有呈現下滑的趨勢 但還是得留心慶祝贏球後 是否會有Delta反撲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